在大秀muscle秀肌肉有关系吧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是大陆的第一艘航母 也就是山东舰 最近还真的到南海去演训了 而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 也的确又警告大家说 中国航母不是宅男 远航必是常态 不过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一艘大陆舰艇出来 拍照打卡了 也就是宾州号 最近被发现在我们的基隆外海 但是也立刻被发现了 不只是台湾看到了日本也看到了 所以双舰包抄 但很可能是4月30号的时候 想要来看看我们的汉光演习 到底进行的如何 不过说到真的针对美国的 恐怕是这个 因为中国海军的南海舰队 最近才接受了三艘主战舰入列 要跟美国争夺制海权的意图 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根据解放军的消息人士透露 其中有一艘核动力潜舰 叫长征18号 他们配备的就是现在中国射程最远的 叫巨浪三行潜射弹道飞弹 整个射程范围涵盖全美国 因为它的射程是超过了1万公里 所以现在面对了美中对峙的态势升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就提到了 美中不会走上军事冲突 因为这绝对不会符合双方利益 但是有没有可能为了台湾呢 布林肯就说他的确很担心台湾 中国解放军大秀军武肌肉威克力十足 而最近才刚入列南海舰队三艘主战舰艇之一的 核动力潜舰长征18号 不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登舰视察 最近更公开强化后的武力装备 长征18号所搭载的是巨浪三型前射弹道飞弹 据传这枚飞弹是以东风31为基础进行研制 相较前一代巨浪二型飞弹只能打到美国东北部 巨浪三型射程超过1万公里 美国本土全境都在它的射程范围 这对解放军水下作战的强度与机动性都将大大提升 在我的有效的兵力掩护之下 随行作战任务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的导弹射程要够的话 我也一样可以对敌方构成一种威胁 面对中美紧张情势持续升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专访也再度做出评论 他强调中国近来对内采取更压制的手段 对外则是更具有攻击性 这的确是事实 但两强真要在军事上正面冲突 也并非最佳选项 我认为它是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去到那点或甚至去到那点 布林肯重申 拜登政府目的不是围堵中国 而是捍卫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 然而中国的局势扩张 似乎也正危及国际秩序与和平 下出中国首操航母山东号 近期就在南海进行常规演训引发关注 除此之外 未来激动外海距离日本与那国道130公里处 也被卫星拍到一艘共军的054A飞弹 护卫舰兵舟号出没 我国立刻派出激容级驱逐舰 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展开联合跟迹行动 军事专业分析 先前共军才派出反潜机飞越东部海域 如今又有护卫舰出没 险见解放军可能在经营东部水下战场 对这样的情绪变化 国军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东西新闻江一清 严谓者报道